胰岛素 那麼精確的知識掌控可以到什麼樣的地步 我們剛剛講的 每多少CC裡面有多少燃料 那麼微量的東西對身體的影響 他們可以用到什麼 現在各位看 錯誤的知識造成了迴犯 造成迴犯以後現在要減肥 又來了 他告訴你說 在一般的情況之下 我們身體裡面的 胰岛素含量是在落在這個範圍 可是如果你能夠把它 超過這個範圍的話 這就是美國人 現在有知經常採生的事 他就把糖 放到細胞裡面以後 不是做成乾糖 做成什麼 做成脂肪 做成脂肪 但是如果你如果讓 那種胰岛素含量到這麼低的時候 那對不起 它是脂肪分解 喔 這樣子的一種了解以後 就可以拿來解肥 我在美國的時候 看到了美國人跟這個貓的差不多 我在舊金山走 看到一家一家 幾乎七成的家庭的養蜂 然後美國人不在的時候 那個貓的很奇怪 它都走到那個窗子前面 坐著 每一次都離開了它 胖嘟嘟的 有時候連國族都看不到 跟美國人有像 然後他們呢 就發明了這樣一套 早餐 如果我用一般的傳統 你會看到醫學超過勢 一般的早餐就是 高碳水飽 其實是中階的碳水飽 然後呢 你到了 午餐之前 消化完了 中午一吃又上去了 然後到了晚上 然後到了晚上 所以他們說 這都是會造成的 超過一百以上 這些都會造成紫燈的 所以他們就說 那我可以怎麼樣呢 給你這種食物 第一個是 早餐乾脆不吃 反正我們美國人吃太多 早餐不吃 所以 英主人不會上 你就靠昨天的能量吧 但是中午的時候 吃什麼呢 紫黃的食物 因素磷上去 只有這一天 所以一天你就減少了一個什麼 紫黃的消耗 所以你吃糖 也會增加紫黃的核成 去掉一個 一天就有一半的食物 不會有的成熟 這就是我剛剛在講的 對於知識的應用 他們是在無所不用其 道具 但是不管怎麼樣 不管東方也罷 西方也罷 我們為什麼講吃呢 因為 保護身體健康 是我們在這個世界 我們人活在這個世界上 非常重要的一個工作 你身體不好 我看你什麼事情都可以做 你還變成很大的負擔 對不對 所以我們為了要使我們身體健康 第一個要做的 就是管制我們的食物 所以我會建議各位 你想要正確地掌握你的食物 食用 我不是吃肉 我講的是食用 我們就需要對食物的內容 要清除 這個是 衛生所 給全國人民的建議 但是我們的 其實是從美國的 營養學院 建議也是一樣的 這非常好笑 在台灣的科學下面 所用的標準 基本上都是外國人的標準 不是我們自己的標準 所以你們有沒有發現 一個人一餐 一天大概只 各位可以看到 這是一天 你會發現最主要的 佔你一半食物的量 45到55的量 是3到6碗飯 這是指年輕人還在工作 也就是說你一個女生 大概一天到1800大坦 從一千三到一千八 因為女生大部分 做辦公室裡面的工作 不需要在外面跑 男生要在外面跑 甚至於做更重的勞動 男生會消耗到兩千三到兩千八 如果是運動員特殊重勞動 會遇到三千八 所以你一半以上的食物 必須吃的是飯 現在當然內容更詳細 要告訴你 不要吃飯 吃灶 對不對 各位現在都已經有這種觀念 然後呢 你要吃什麼 你要吃大概三碗的蔬菜 兩碗的水果 然後一到兩杯的牛奶 牛奶代表什麼 代表蛋白質 這代表能量 當然這個米飯裡面也有蛋白質 但是含量比較低到 一般我們把它看成3% 1.5% 3% 然後呢 這個魚類豆腐 這個也是蛋白質 然後你要吃什麼 油脂 油脂會很重要 我們現在很多人為了要減肥 油都不吃得 但是實際上是不對的 我們非常多的核能 都是靠魚 你油脂不吃 在身體裡面呢 它的代謝路徑非常的長 所以油脂要吃 你看一天就要喝2到3匙 這就是靜量 靜量 乾淨的靜量 所以你去吃草 就是要米的 所以基本上 你們呢 有點時間的話 你去看一下 吃到自己日常生活 在吃的是什麼 你該吃什麼 你的身體裡面 這些東西 都是在西方建構的 知識系統想知道 做了非常多的實驗 現在的科學可以經歷到多經歷呢 最早這種知識 用在跟國家的連有關的 就是東德 東德還沒垮以前 各位 我不知道這裡面有誰 有經驗 有記憶 東德最驕傲的就是 他們的運動員 在奧運裡面拿的是世界上最多獎 一開始是個迷你多獎 為什麼 他們在當時的生理生化的研究已經到多精力了 一個運動員要增加多少muscle 一個運動員 你的肌 肌纖維的量代表你的力量 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運動員 一天要消耗多少能量 吃多少食物進去 可以產生多少能量 他們都非常的精明 他把一個人關在一個房間 把所有的能量都算 包括你排出來的汗 包括你產生的熱 他都去改 然後呢就知道 吃什麼食物進去 會有多少能量 然後一個運動員 要在多長的時間 增加多少肌纖維 用吃什麼東西 統統算得非常的乾淨 所以他可以把一個運動員 從瘦巴巴的變成多少肌力 肌力是多少 因為各位都知道 奧運是分等級的對不對 幾公斤到幾公斤是 加A等B等C等 所以那個時候 那是國家的肌力 怎麼樣讓一個運動員 吃多少食物 產生多少力量 可以算 我們到現在的意思 我們的人都要秘密服務員 十五兩隻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講 這就是國力 對知識的影響 非常重要的一點點 我們希望在現在這個社會 不是只有我們關門過過 我們要跟外國人進程 知識是絕對 所以除了身體健康之外 我們需要什麼 剛剛我們那邊一講已經很清楚了 現代生存的要件 對年輕人而講 知識技能健康生存 很多人現在對技能看得很多 在台灣又非常明顯 二十年的 二十年的教育改革 高職沒有學這個樣子 工專不見 通通都變成大學 一堆人追求的是支持 練技能 現在呢 我們卻開始 防悔 我們現在造成了很多的年輕世代 書也沒念到 技術也沒 各位知道技術的學習有多困難 可是我們這個社會在很長的時間 對技術確實完全沒有種失 這是非常奇怪非常好笑的一個社會 但是不管怎麼樣 對於現代的年輕人而講 知識技術 技能跟健康設定 是現代生存的 只是現代生存也要建 這個不禁讓我們懷疑 如果我們看到 在同此時代 對六億的要求 我們就會懷疑到 不是現代人才要求這樣 孔子時代就是這種要求 所以哪裡是現代人 但是很多人都認為 那已經過去了 那麼現在年輕人 現在的社會工作人 除了剛剛被知識掌控 問題的 嚴重性 之外 碰到這種問題的嚴重性 我們還有很多其他的問題 因為我們剛剛講知識 對現代人來講 講的是專業知識 我們就換個他 每個科目不同 你學得專業了 你要進入社會 應該把基本的知識技能學好 那是另外一個意思 進到社會以後 其實面臨的有一個東西 是我們教育 大使觀是沒有清晰感 然後對知識的不重視 所以對邏輯概念 也不進入 這產生很多問題 這產生第一個問題 就是各位 在自己碰到 片面的情緒 到處都有所謂的專家 要來告訴我們 這個東西是哪 那個東西是哪 這種訊號是哪 那個訊號是哪 然後呢 社會就開始有話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名嘴 我常常問一個問題 當我還在做研究工作的時候 我要同一篇論文出去 我要寫一句話 一句話 我要寫在論文上面有一句話 可能常常花我 一年兩年三年 有的要花到論文裡面 那句話再寫下去 但是名嘴 電視上的名嘴 你看到他們的背景 他們常常在講 根本就不是他從事的事物 他被講得偷偷知道 我們就可以從這裡面提不到這個事情 所謂的知識是被人去 各位來看 我舉個例子給各位看 從馬英九被痛打以來 在兩三年前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被痛打 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舉一個例子 從去年開始 其實更早 2012年就已經開始 為什麼 沒有國家每一年都要報 所謂痛路指數 基本上痛路指數 是GDP加上 物價平障 這方面 華夏經緯號 標題是這個 台灣痛路指數高 有沒有解痛良好 這是在 我現在把更早的去掉 只有去年 然後呢工商時報 今年環貸貸貸貸率高達60% 台北房價痛苦指數全球第四 再來 2013年 新唐人亞太電視綜合報道 台灣痛苦指數高 新唐 學者率減碎 接著蘋果日報 痛苦指數高於性能 學者率減碎 不用看這些標題 每一個人都 想要畫 人痛苦指數 我們都很痛苦 為什麼我不知道 我們很痛苦 啊